请连到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是slido.com slido.com 然后进去之后输入今天日期 前面加一个0 就是01013 然后警号不用输入 那这样子之后呢 各位就会到一个匿名的一个聊天室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在几乎所有的教学现场都使用的一个工具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结构的话 它还有50分钟的时间 在这里面就是因为是匿名的 所以任何人就是都可以发问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教学现场 往往看到很多学生 他如果要举手发问的话呢 第一个是说不一定有那个勇气 那第二个即使他举手发问 他本来想要问很尖锐很挑战性的问题 就打了五折啊六折啊之类的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就没有办法打到比较有价值的对话 所以我们很希望说 就是大家能够尽量提出这个尖锐的 或者有挑战性的问题 因为反正大家都按滑手机嘛 也没有人知道是你问的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 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如果你看到别人问的问题 你也想要问的话 那就麻烦按赞 按赞的数量越高的 那待会儿他就会浮到越上面去 那这样有个好处 就是说我就知道说 我回答的是一个问题 我就等于同时回答了十个人 或者二十个人的问题 然后在教学现场之下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因为通常五十分钟的课 大概到第二十分钟的时候 学生就会有人不需要把手机拿出来 人不需要找了什么东西 按赞的那个冲动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他这个引头 把他这个导向到你的教学现场去 而不需要去跟那个社区媒体的设计师 抢注意力这个抢不赢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一个 就是征收各位手机的这样一个概念 好 那所以接下来呢 我大概会花五分钟的时间 先把就是我自己 目前在新生院的工作方式 然后跟数位怎么样融入 我们现在的工作方式去进行一个说明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欢迎大家就开始在slido上 应该应该连得上吧 应该OK吧 如果连不上的话 请左邻右车帮忙 或者帮忙提问 那在中间就是大家想到什么 就尽量跑出来 那中间其实我完全是靠大家的问题 好像这位说hello 我就把它highlight起来 然后去回答 那就是说hello 高兴来这边 那我在回答完之后 我就会把它archive起来 然后你看也有一位朋友按赞了 这是一个非常互动的这样一个方式 那所以大家就先来先想一下说 待会想要听到什么 想要讨论什么 有什么及时想要分享的 那我就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目前在新生院里面做的一些事情 那今天虽然题目叫做台湾社会创新的发展方向 所以一定要讲一些social innovation 但各位问的问题可以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 随便想问什么就可以 如果不知道我就会说我不知道 那这个是我办公室 那个它是在台北的建国花市旁边 那旧的通军的基地 那它现在叫做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 就是Sea Lab 那里面呢有一个角落 建国花市在一边 然后这个是在中方东路 就是三段二次发向另外一边 那那边呢 我们现在这个角落 叫做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social innovation lab 那这个地方非常有意思 它是大概一年多前 有上百个不同的social innovator 一起去设计出来的 当时还是一片废墟 然后呢 我们就在唯一一间可以用的会议室里面 然后地下室还淹水到脚排 在那个情况下 去就是不断地透过co-creation workshop 就有点像各位代表要进行的世界咖啡馆那样 然后大家不断地去放天灯 就是说我们希望未来的这个场域变成什么样子 那每一次我们收完之后 马上就贴点 然后呢 去请设计师化身设计图 那在第二次 又再拿出来给大家看 然后再贴再换 再贴再换 可以说在大概一个月的时间里面 它就是迭代快速的 Ether大概五次 那在中间我们使用相当多的数位技术 确保说没有来现场的人 也可以透过主资稿 可以透过检报 等等的方式 知道我们每个礼拜讨论的东西 所以呢 在这样子的co-creation的情况 大家所有想要在这个领域里面 进行社会创新的人 忽然之间就可以提出一些 如果是由上而下 由各部会所去经营的这种空间 大概不会有人提出来的需求 举例来讲 那个贴点第一名的需求是说 一定要有厨房 一定要有咖啡馆 然后要有这个专属的厨师 然后 最终的我们有专属的厨师是大陆 本身也是一位城市设计师 然后呢 但是分子料理非常的鲜手 所以呢 所有这个社会创新团体的 好像什么有机农法 小农啊 什么东西 就看起来就是好像 它种出来的其实也就是看起来就是木瓜或南瓜的东西 但它可以一面做菜一面直播一面讲出故事等等 就是让人觉得说非常的有味道这样子 那我记得第二名是说 这个场地每天都要开到晚上11点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办完活动大家吃完晚餐 然后其实就是准备开始拍得更高兴的时候 大部分的Makerspace就是那个时候就关门了 然后大家就觉得很操心 因为你要去旁边去找地方去聚会 但如果开到11点的话 等于大家就多出三四个小时可以做brainstorming 那其实常常很多的创新就是在这种 就是这个场地同时举办三四个活动的时候去发生 那另外呢 大家又许了一个愿望说 因为这个政委嘛 这个其实如果是请大家叫唐空就好 唐空呢每个礼拜都来主持 他们觉得不错 所以以后就不要走了吧 唐空以后每个礼拜三就在这边 那所以呢这个也是就是这样 所以我每个礼拜三都在这边 然后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 任何人都可以来找我 聊他们在座的专案 那同样的就是会全部的公开上网 所以当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确定之后 它就构成了一个我们叫做social infrastructure 就是它是一个社会的基础建设 在这里面每个人都可以觉得很安全 然后呢每个礼拜都可以改 因为反正你就来跟我讲嘛 那讲了之后就改 那改了之后大家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所谓的最新的资讯基础 到底跟大家有什么关系 那因为我们这个一年多来 这个大概有上千场活动跟实验 所以我大概不可能一一介绍 那但是呢我这边就只讲一个 这个就是麻省理工学院跟北科大 他们就是几个月前 在这个场地办了一个叫做 city mobility hackathon 就是城市运输 hackathon 那他们就运了这几台东西来 这几台东西它叫做 PEV persuasive electric vehicle 具有说服力的电力与载具 不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但是这间PEV它是自驾车 自驾车就是说你上面不用司机 也不用遥控的东西 那但是呢它又是三轮车 所以虽然说同窑里面说跑得快 但是实际上它跑得很慢 那意思就是说它撞到人物 撞到建筑物都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是很安全的东西 那另外一个特色就是说 它是开放原始码 那开放原始码的意思就是说 任何人看不顺眼就可以盖 那它上面用的零件 这些LIDAR 这些CAM 这些什么东西都是最便宜的 那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很容易就自己大一摊出来 那这些就是Open hardware Open source 跟Open data 就是它看到的这个资料会分享 这样子的特性就使得这个内科 总是一般厂商贊助的那种 非常多钱的这个量子电脑 我不是跟IBM有吵的话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如果它是依赖于非常昂贵的设备 那大家基本上就是去学怎么应用它而已 但是像这种是非常适合的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自己乱改的这种设备 那这个黑客总的想象就非常的天马行空 就是它想象到的社会应用 比如说见光花室 有人这个很多一面买嘛 一面买花嘛 然后就很多花盆嘛 那就拿不动嘛 那见光花室就只能逛一半 然后就逛过完 然后到浴室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力气了 那这个时候呢 它们就设计一些flow 就是说这台车就会跟着你去走 然后你就是买东西就往里面丢嘛 然后到最后就骑上去 然后把你载回家 然后它去别的地方 然后转flow 那又或者是说 它如果是游客旅游 然后它来台北去逛很多景点的话 那这辆车它可以因为通过这个LIDAR 它可以知道说 附近正在有什么活动 这些活动它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到底叫做绕境 台北不一定有绕境 但是就是说各种各样的地方特色 它可以通过AI的方式 去跟上面的情客去对话 它等于像是一个机器导游 一个情况 那也有很多朋友觉得说 这台车如果它没有它判断情况的时候 目前是用一个警示灯 但是它是不是放一个人脸 或者猫脸 或者狗脸 或者什么东西 让它知道它在注意哪里 它的情绪如何 所以不是只是说 我们更能够进入这个车的运用 而且说这台车也更能够 融入人类的这个社会 那这个过程里 我们就一起去跑了 去重新建立一个 就是所谓co-based normativity 就是说 如果它是人类的话 那我们通常就是用 用这个一些名文的法规啊 法律啊 办法啊 等等这些东西 透过公民素养 法治素养等等的方式 去去教它嘛 怎么样去跟我们这些人类 这个相处 但是呢 如果这个它其实不是人类 它实际上是演算法驱动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用所谓的co-based normativity 就是说 把我们觉得怎么样是好的 怎么样是安全的 这些概念 想办法转成一些描述式的一些城市嘛 让它在里面运作的时候 就可以跟大家分享出 我当时被给予这些判断的状态 那但是我现在看到是这个状态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两种 我们的体育中间去进行转译 那但是呢 这些就是都是我们学资讯科学的人 去想嘛 但是其实对大部分的 很多小孩啊 很多带小孩来玩的家长啊 等等 这些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说 它以后听到自驾车的时候 它改变了它的那个感受 它不会想到一个大卡车 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奔驰 它想到的就是 好像一些就是狗狗猫猫一样的 可以跟小孩一起玩的东西 它的感受就转变了 那这就是为什么 其实我们在每30个场地办活动的时候 大厨都是最重要的 因为过了一个月之后 再好的论点论坛听到 大家大家都忘了啦 但是如果食物很好吃 大家会紧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经营一个社群的时候 你不是改变大家的想法 你是改变大家对于新事物的感受 只要对于新事物的感受有所改变 看到这些车票 这些新东西的时候 脑里想到的是很舒服的音乐 是大家做的很好吃的 分子料理等等的话 它才会有那个内在的距离 去更进一步了解说 那这样子东西要怎么样融入我的生活 重点反而不是后面的 一开始这场黑客总 到底做出什么东西来 而是说人跟人之间的 紧密的这个连结 所以以上都是串场 我看一下大家想要闷什么 OK 我们来看一下 结果呢 他领时给我换密码 好 这些了不起 好 没有关系 我可以用过手机 大家还是可以继续问 那就是刚刚那个密码 他现在说不对 所以是都要Plan B Plan B是非常重要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现在问了什么问题 有14位朋友问就会不会跟我合照 当然是可以的 我通常就是讲完之后 这个我坐过来然后从台上大合照 那大家如果要读照啊或什么东西的话 那我们就在演讲之后留一小段时间 然后大家来大合照 有10位朋友们这个问比较严肃的问题 我们的108课纲这里讲的应该是 就是国民教育课纲 就是我入的前我也在课法会 这个写出来的那一份东西 那程式设计将会加入中学教育 那么大学的知识世界定位在哪里 如何与高中衔接 如果两边不对话的话会早上两边都走许多的运往路 确实是这样 我刚才特别问了老师 就是说各位现在编辑的这些分成四个不同领域的这些教材 如果我现在是一个高中老师 那我要怎么样去取用 或者是我要怎么样加入这个社群 那刚刚听到是说都会用开放的方式 放在网路上 所以基本上我们会觉得说高中他如果已经预先知道说 到大学的时候你会用这样子的教材的话 他比较容易去MT4配 比较容易去进行这个期待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边 先把这样子的一个社群的模样 做出来是很重要的 因为未来到了108课纲的时代 其实每一个高中他都可以有他的校定理秀 他的校定选秀 甚至所谓的一生一课表 按照那个地方少持子女的话严重的程度 他的学课就可以开的特别多因为教室是空的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每一个学生就可以自己去规划他感兴趣的事情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已经看到一些高中说 我们要开哲学专班 我们要开电竞专班 我们要开什么什么专班 这个呈现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情况 但是假设这个学生真的是因为电竞专班 然后这个被拐来这所高中 但是很快就会发现说 其实并不是上课都还大变动 大家就会开始去看说 电子竞技里面 他后面关于运动的部分 然后关于比赛设计的部分 直播主YouTuber 这个媒体经营的部分 到底为什么他这样子的frame 他关于这个marketing communication的部分 他就算是直播 他后面有一些技术 就是一些人机互动的部分 等等等等 然后这个老师会想要用 他对电竞的兴趣开始引导他 往这些不同的地方去进行 所谓的资讯及媒体的素养 那这个是三面九项其中一个素养 那这种所谓的素养导向教学 它最依赖的 其实第一个当然是学生跟家长不反对 他自己有兴趣 但是第二个是他后面有东西可以接 他后面如果没有东西可以接的话 那说不定真的别人在课堂上打电动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各位就是provider后面可以接的这个东西的朋友 那我这里面大概有三个想要具体分享的 一个就是说其实从高中生的角度来看 他常常不会需要老师的推荐 他自己如果各位把这些资源放在网路上的话 他自己就去用了 他自己就去 怎么讲 engage 就是去加入你们的社群 所以就是说要准备好 其实未来就会有一堆莫名其妙的 你也不知道他年纪几岁的 然后就开始从网路上面出现 然后甚至在实体聚会的时候 就跑过来然后你一看他才15或者16岁 那这种未来是常态 因为他就是这些东西都可以去报学分的 所以他会这样做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 当我们定一位说 高国中的时候是 就是所谓的运算思维 运算思维 因为大家都很熟 应该不用我这边讲 不过我还是补充一下 就是说 因为我这次就是纽约联达期间 我有跑去跟那个哥伦比亚 现在在哥伦比亚的周一珍老师 去有一份对谈 那我们知道周一珍老师当年 就是提出运算思维这四个字的人 那他现在就是对运算思维 他有一个提醒 就是说 常常我们讲运算思维的时候 我们是特别把 里面的那些小部分 什么拆解啊 抽象化 自动化 这个大家应该都很熟 去说 然后他当年提出运算思维的时候 他的意思是说 把问题想成一个 让computer 去能够很有效地处理的一个方式 而他本来在讲的这个computer 它指的不是只是计算机而已 就是说computer是进群运算的运算者 那他在当年的那个年代 就是说其实我们知道在二战的时候 computer这个词的意思是人类 是后来computer才变成了机器 就像在那个时候 printer是拍子工人的意思 但是后来printer变成了印表器 那editor 现在一半一半啊 对不对 就是有编辑的意思 又有编辑器的意思 所以就是说 周一珍老师的意思是说 我们现在想到computer的时候 不要只想到一台 device 而是说它是想到 正在进行运算的一个人 然后呢 他的能力是被各种各样的computing device 所争强的 可是呢 这个computing device 跟它是一个整体 那这个整体 让这样子一个整体 能够运算 容易运算 等等 这个才是它所谓运算思考的意思 它并不是说 是让就是完全不懂人类的文化的单一的一台机器 在离人类很远的这样子的地方去继续运算 而是说是人跟机器一起协作 让它容易运算 所以这个就像我们在设计 那个无人车自驾车的那个场景一样 它让大家愿意去跟这样子的东西一起去compute 一起去想说 那我要怎么样从建国花式走到红种 我中间的这些rude planning 这些东西 它不是只是让这台机器去做 是忍耐着它去做 这也包含人要怎么走 地面是要放什么标识物 所有这些 这些都是computing 不是只有我们想象中的计算机才是computing 这是第二个要提醒的 所以我们在国中跟高中的时候 我的具体期望 就是说希望让学生建立这样一个比较 我们叫extended intelligence 就是说是扩增大家的智慧 而不是好像人跟机械智慧 是好像就是背道而驰的这样子的概念 是这样子的一种素养 那当然到大学的时候 理论上他的兴趣就会被激发 那当他兴趣被激发的时候 他就会想要知道说 那我怎么push the envelope 就是去透过我自己的创造 让别人也能够变得更好 那这个就是社会创新里面 解决社会或环境问题的那样一个部分 那这个呢 其实很多座环教的老师 已经在用这个教具了 这个教具叫空械盒子 有听过的可以举个手吗 对好太好了大概一半 那所以我就稍微赏一点蝙蝠 OK 这个教具它是现在很多全台湾也包含澎湖啊 这个我们看到金门也有嘛 的一个环教的教具 这个教具它是一个大概很便宜 可能两三千块的一个空气感测器 那它可以去感测PM2.5啊 等等的这些就是空气品质 那在全台湾目前有两三千个吧 的这个站点 那这些站点呢 他们都会定期的去 像即时的运用所谓的物联网技术 我大概就是WiFi了 透过WiFi去把它传到这个 一个叫做LUS的这样一个社群 那有一个社群叫做GinB 领域政府他就是我们 我们他在做的事情 就是去把这些群体的资料 让大家能够用容易了解的方式 然后去降低参与的门槛 所以大家就可以一眼就可以看到 目前的这个台湾的数位落差的情况 不是目前台湾实际的空气品质的这个情况 OK好 那所以说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就是大家非常在意这些地方的空气品质 那这个为什么是一个很好的环教器材 原因就是说你看他有Open Hardware 他有Open Software 他有Open Data 刚刚讲这三层 学生都有非常多参加这个方式 而且他会激发学生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那我如果乱改 然后我上传一个错误的东西 为什么这个中研院陈凌智老师的演算法 可以侦测到这个是这个Anomaly 然后把我滤掉 这个后面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然后他一查就会发现说 原来后面是怎么怎么样的演算法 然后呢 又会有人问说 这些都是实际现场学生问过的问题 问说那现在政府有一个民生公共互联网 把环保署的这个策展 跟民间的策展资料接在一起 那这两个的趋势是不是相同 是相同的 可是呢 如果这个趋势不同的时候 我们到底要相信谁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 因为其实别的亚洲国家 没有台湾这么开放的公民社会 所以标准大家都是相信政府 所以呢 他们也没有办法到达2000个策展 大家到达200个就被请去核查了 但是呢 在台湾 我们是采取一个大部分就加入的态度 所以我们政府呢 基本上就是一方面当然做便宜的感测器 但是二方面就让大家去看到说 当他们的资料被汇进国防中心的时候 其实也有另外别的社群 一个叫做IOTA的社群 就是成大区块链的那个实验室 他会把这样子一个数字 做一个snapshot 做一个快照之后 存到分散式帐本里面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国防中心的人 在学前一天去进行数字上的篡改 那么全世界就都知道了 因为分散式帐本它具有这个不可篡改的分散式特性 那学生如果你现在用这个计算机概论的方法去教他什么是分散式帐本 他根本不知道分散式帐本是干嘛的 但是你如果是说 你昨天加了这个估计额子 如果被传到国王 然后被这个邪恶的政府在选前一天篡改你的数字 分散式帐本可以让这件事情不至于发生 你马上就会知道 那学生非常非常有兴趣 他觉得说 他对这个民主生化什么 又对我推进来一步之类之类的 就是说同样一个教训他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用法 那这个用法呢 同时也可以让学生了解到说 其实我们这些东西 全世界都已经在用了 因为它就是放在GitHub上 放在网纪网络上 那任何在国际上面要用的社区 他直接用的时候 他就直接接近这样子一个系统里面 变成我们环境观测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在外交上面也都非常好用 因为我们就拿这个说 你看社群可以做这些吗 可是因为数位落差的关系 有些地方就是社群没有不到电 那这些就是环保署可以来帮忙的地方 那又或者是说社群这个再厉害 也不可能在这个地方堵点 那但是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蛮重要的 因为我们要算它是哪些是境外污染源之类 那我们可以啊 因为离岸风机要加在这里啊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在离岸风机上面 加这样子一个点 那学生被引起兴趣的时候 他就会说 那离岸风机 离岸风机这个你这个设备怎么样 这个不会被环境侵蚀 他在这个情况下 他没有WiFi可以用 他用什么样子的Narrowband IoT 还是什么5G什么的这些东西 他的兴趣就会被激发 但是一开始都是因为 他自己有拿这个小的盒子 然后跑去量空气感测器 所以这样子的就是branching out 这样子一个概念 你就是非常的这个top down的 去跟他说什么是区块链 什么是5G 什么是Narrowband IoT 什么东西 当然意义是高非常非常多 因为是他自己想要问的时候 你才来跟他讲 有八位朋友说 这个我们目前现在的这个对话 这个很值得学习 各位让老师用语教学 可以啊 slido是免费的 所以这个大家就是 我觉得就是我在公务门 推广这些资讯工具 slido算是推的最顺利的几个之一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叫chip and cheerful 就是一个说你用线油通银机就好 你不用另外再加设备 那第二个是说他非常的容易让本来不愿意举手发言的人 因为他的学习方式 他很可能是文字模式为主的思考 他不是互动模式为主 口说为主的思考 所以他就必须要把那个字都组完 他才敢讲话 那可是这个时候 在高度互动的教学现场 其实是很不利的 因为他就已经去讨论别的东西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避免说就是口才太好的人 那麦克风就一直讲 因为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觉得怎么样 他就可以可以在这边 这个即时的去呛声话 而且因为匿名嘛 你还不知道是谁呛声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唯一需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老师心脏上够大可 我每一次 每一次这个去什么学校演讲啊 只要是校长或者副校长坐在底下 这个就炮声隆隆 那对 那像我去一首中山大学演讲的时候 被推到第一名的问题是 为什么学校要脱掉我们的摩托车 我怎么知道为什么学校要脱掉你们的摩托车 但是这个就是变成一个很具体对话的一个可能性 它变成一个social object 就是说它不是单一的这个 就是先行者要承受所有毁力的提出的后果 所谓提出问题非得解决问题吗 而是说大家一起面对问题 然后也不其实解决嘛 跟问题相处一阵子 跟问题相处的过程里面 才可以产生创新 那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教学的一个新的一个模态 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解决问题的灵感 尤其是当我们在做PBL或做CAPSTONE的时候 其实那些灵感都不是在课堂发生的 在课堂上面是改变它的感受 让它愿意进入跟问题相处的情况 然后常常是它回去睡觉起来才会有连感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在课堂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说 确保大家在想的是同一件事情 确保大家在想的是同一问题 这个问题的各个方方面面是大家 所能够看到的所能够了解的 那这个我觉得slide确实是蛮好用的 然后果然就有发表朋友提出来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个人如何处理或者对抗 僵化的KPI 极其生态型 非常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如果KPI真的是KPI 也就是它如果真的是关键 那其实你就不需要跟它对抗 因为其实你想做的事情 跟它想想的事情是一样的 我们面对最大的问题 说很多KPI就不可以 那所以就是说它是一堆PPI没有错 可是它量的是就是midpoint的东西 它量的不是endpoint的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子 其实蛮简单的 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怎么量endpoint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像我们现在其实全世界的政府 有一个共同的KPI 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2030年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全世界的政府都被被迫被压迫 要把自己的KPI全部都用这时期项 去分分别类编写 并且每年提出这个自由性的国家报告 那这个虽然我们不是联合国的这个会员国 但是我们跟联合国保持相好的伙伴关系 所以说我们从去年开始 也每年都写BMR 然后呢也去把我们国家的实证 都跟联合国这些KPI去进行对齐 一共有169项 那这个KPI呢 它当然你说它当年2015年 做这个 它有没有群众技术 它有啊 UNDP问了全世界的一百多万人 还是超过啦 反正非常非常多人 问说你在2030年想要看到 怎么样的世界 所以呢比起来我们那个 社创中心的天灯 简直是小物件大物 因为这不是百万人等级的天灯 然后呢 他们把这些天灯呢 全部兜在一起 全部缝在一起 导致这169项指标 它中间保证 你在做任何一个都不会去冲到 其他168本 那是非常困难的办法作业 但总是他们做到了 那做到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不管你在做永续的环境 永续的社会 或者永续的经济 你都只会彼此加强 而不会像以前那样子彼此底下 就是上班赚钱 造成一些环境污染 下班又去当职工进贪 或怎么样 然后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可能就会造成社会对立撕裂 然后你要透过一些公民团体啊 可能去促进这个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开始就又没钱赚 然后又得去打工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有一种 好像就是大家都在绕圈圈的感觉 但是永续发展目标就是说我们希望所有的 管题不管你在做什么题目 你都是兼顾着这三重的底线 那这个听起来极为美好 那而且呢 这个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也都是顺着这样做的 但是问题就是说 它只有K 但是呢 它其实没有办法量那个P 它只有这个Endpoint 但是呢 它没有说你要往哪里走 你要怎么走才能够走到那边 它只告诉你最后在这边 然后但是不是告诉你说 那你中间要怎么走 就像我这个在国际上自我介绍 我都说啊我在做17.18 17.17 17.6 那这样只要一一讲 所有人都听懂了 就像我们刚才这个用空气盒子当例子嘛 17.18 确保社会各界对于这些客观的环境数据 都是觉得它是可靠的 17.17 确保说公务们 私务们 社会部门 都可以进行贡献 并且彼此的互相切磋 17.6 确保这里面产生出来的创新 各国都可以取用 不会变成好像变成台湾的这个殖民 被殖民地 这样子的这样的情况 那这个一句话就解释完了 可是到最后我们当然要量什么 还是不知道要量什么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end point 就是goal based thinking 跟我们中间两侧 这个mid point 的这个thinking 中间难以桥结的这样子一件事情 那目前呢这个正在投入这样子一件事情的工作 我们在社会创新情统方案里面 我们在做的事情呢就是我希望我有这个简报 有 叫做社会效益鼓研究 那这个呢是active research 而且这是open problem 就是全世界没有谁敢说他已经解了这个东西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把我们meet 最后这个goal 好比像说我们要让这个更生人他的在入予率 予減低啊什么之类去换算成前面 你可以量化的 就是说你如果投一块钱在预防 你最后可以撑四块钱 可以省掉四块钱的那种那种算法 这个叫sroi那还有非常多种算法 srs啊什么平衡积分卡啊什么之类之类 那这个是目前处于一个败花齐放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们如果不解这个问题 我们如果不去做社会冲击的评估研究 社会效益或社会影响力 也很端端 那多种方法 我们如果不去把这个截掉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把最后这个goal base 这些直化的东西 变成你在中间可以随时去量的这个量化的东西 所以这个回溯积分的这个方法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也是active research 所以我们目前做的方法就是说 我们在台湾只要你说你是社企 或者你是社会创新的团体 我们都鼓励你用任何一种 这个社会效益评估的方法 然后每年大家就是公开 iPublish Beats的接作 形成这样子一个社群 但是在台湾目前还有七种不同的流派 正在做 那当然未来会只有很多种 所以我也不是说现在大家就一定要采用什么方法 只是说就把social impact analysis这样子一个想法 暂时放在心里 先跟它相处一阵子 那我自己的想法是说 我们并不是要瞬间去这个达到这个旧的KPI的这个系统 而是说我们在中间去进行一个桥接 让它跟新的这个系统中间 可以有一个正向跟反向回缩的这样子一个系统 那所以大概就是这样 那当然KPI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极其生态系 这个我并没有忽略掉这几个字 这个是非常好的字眼 我记得我们在那个社会创业系统方案里面 我们去比较各部分所有的方案 文化部的青春 这个农委会农社企 教育部USR 等等的这些东西 那我们就发现说 其实USR是这个生态系里面 大家的行政成本最低的 为什么呢 因为是它是二加三 它的经费的变法是二加三 也就是说你不是每季要被管靠一次 你也不是每一年要写一篇作文 而是说你先写说五年之后 我对社会效应有什么影响 然后在两年的时候 它看有没有达成阶段性的影响 然后呢之后呢 那你就拿到三年的勤费 它是一个跟社区一起进行营造的 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先不管有什么别的部分 有什么可以改建的部分 但是这一个部分 这个文化部外或其他部分 听到说真的很好 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做 会计法才给我把阵锋申请 大家都说可以啊 这是你以前没有想到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就是这个机器生态型 其实是蛮重要的 就是说生态型里面有一个作物 它长得特别好 那你就发现说 它并不是基因改造的产物 只是它稍微移了一点位置 现在日照比较好而已 那别人能不能移这个花盆 都可以啊 那个地方本来就可以放 只是大家没有想到 可以放哪里而已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透过 幻误会的这样一种社群的营造 希望大家看到说 我们在编这种KPI生态型的时候 大家在采用什么比较创新的方法 然后这些创新的方法 也能够让所有其他人进行分享 我是到10点40 10点40 好那还有20分钟 有9位朋友说政府可以提供各项 哪些城市设计的一个资源 非常好的问题 我们有TW OSS 这个是我觉得还不错 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还有AI 台湾 CI 台湾 因为现在是用我手机的网络 所以我就必须要全部都先开起来再说 因为它传得比较慢 OK TW OSS是 就是台湾开源的地方作方 那它在做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去把所有我刚刚讲的 这些开放的这些东西 这个是在DigiPlus就是数位国家 方案里面的一部分 那我们在这个数位国家方案里面 其实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法规 依据 就是方案的依据 就是说 如果学生毕业之后 虽然按照学会授予法 他可能就是要进进处处 未来这个10年嘛 对不对 但是学生毕业之后 他在业解 他在私部门 他如果要用商业的就是 弊源软体 那这个是他的自由 他的老板的自由 这个我们是就是开放经济 开放市场国家 我们不会去说 你一定要过游化 或一定要开源 但是他在学的时候 我们希望他们是用开源软体 当作基础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12年过教 你一年级进来 你过了12年 那家厂商 如果你是vendor login 就是被厂商锁住 那厂商说不定倒了 那厂商说不定改变他的兴趣了 那厂商说不定授权费备了 这个这些都发生过啊 那所以我们如果他在学校里面 他学的是open source 那即使那个社群的这个专案管理者换人了 我们随时可以自己集结起来 然后自己去掌控那个社群 这是为什么现在大部分的区块链技术 都是open source 的关系 最主要除了他要取信人员之外 就是大家都不想要说 明天vitalic被撤装了 那这个比特币就不见了 等到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那或者是像这个中本聪就更厉害了 他可能早就被撤装了 但是那个比特币还是没有不见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是群龙无首的这样一个情况 其实本来开放原码社群就有一个方式 好像德勒自祥那种地下金一样 自己去经营这样一个生态系 那学生越早去接触这样子的事情 他就越早知道说 其实你根本不需要搞政府 这个是另外一个政府 另外一个主权就是internet本身 那这件事情里面本来就已经有充富的资源 只是你要懂得去问去用 要加入正确的聊天室 要会用github等等的这些东西 那这个不是只是资讯科系的学生 我们很多学数学的已经在上面一起去证什么定理 然后很多做这个绘画的也已经在上面做协作 甚至在做音乐的都用blend.io等等 就像github这种共创的平台 它已经扩散到所有你可以数位化的领域 which is pretty much everything now 这样子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是要尽量uncover 这些开源技术 那大家没有听过 那没有关系 因为TWSS这边就会不断地有各种活动 案例 实际分享 热门讨论 等等的这些东西 帮你去借接到社区里面那些已经很active的朋友 像刚刚的讲的那个空气盒子 然后呢 大家在这里面去进行讨论 这样子 那当然我们如果中间大家需要任何资料 或者是任何这个即时借接的东西的话 那这个我们在ci.taiwan.gov.t 五万的东西全部都集中到这边 那每年也会办竞赛 就是谁能够把这上面的资料 转换成让全民都能够讨论的这个标的的话 那我们就给他三百万 好像这支手奖 就是以配客送来讲算是还蛮多简单 然后那同样的AI台湾 也是在这边去分享我们AI有的资源 那Smart台湾是分享这样子的资源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我们家的这些网站 包含那个社会创新行动方案是SI台湾 它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它没有分哪一个部会 也没有分地方政府或者是中央政府 它的网域就是台湾.gov.tw 这个东西是我们现在对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识 因为在以前大家只要打关键字 会发现一个行动方案 铺个部会 每个部会都有一个网站 然后你不知道到底谁在做什么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是对这个message非常不利的 那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说 不管地方 不管中央 不管各部会 各局处等等 我们在这些就是横跨各部会大的方案里面 我们就会有一个单一的这个portal 就是圣文.taiwan.gov.taiwan 那当然大家就可以直接在Smart台湾这边去进行 就是分享 然后也可以去直接看到最新的资源在哪里 所以开放圆满部分 那个社会国家方案 有TW 有Essence 有很多相关的计划 那至于城市设计的能够结合什么资料 以及结合哪些题目 那就很欢迎大家参考这些圣文.taiwan.gov.t TW 文地教育体制会不会太侧重 上一号惨绝合作 上一号导致跟上一号赚钱 上一号无关的主题 在学界很难受到重视 国员的看法是 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子 就是说因为我自己14岁 大家知道我就中错 然后就跑去创业 然后我一创业就发现说 我很需要学习的资源 所以我一开始学的是网路社会学 资讯社会学 当时还不知道什么名字 那我就是一直在旁听一些哲学啊 这个既代思想等等 那真的跑去创业之后就发现 不对我要学商管 所以我要回去听商管 然后呢 那再做出来这个 就是比较国际性的合作 我一般说不对 我要学冯金 我要去国毛什么 然后我也要回去听之类的 所以对我来讲 大学就是真的是 有大学在的地方就有希望 正好是USR的口号 就是说随时 随时我只要觉得说 我的知识工具不足以应付 我创业所需的时候 那我随时有一个大学社群可以回去 然后可以大家一起来 讨论这样子一件事情 所以你说我创业是为了赚钱吗 好像也不是 好像也不是 当时想要做的事情 其实跟现在是一样的 就是希望说 对社会上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大家都觉得说 好像只能彼此拉扯 彼此拉局的这样子一个情况 那就是这种情况 但是呢 我们可不可以透过一些创新的方式 透过在这个中间去创一个事业 然后呢 去结合社会的力量 企业的力量 智力环境等等的力量 然后呢 去这样子做 那当然我不是凭空去想 因为这个 我们家 就是我大概六七岁的时候 就被我妈带去这个参加 这个祝福联盟 然后他们那时候就在创业 就是弄小费合作社 然后呢 又过了像高雄 差不多同一个时候嘛 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创新 就是把智障两个字 改成喜碳二三个字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忽然之间 他们就变成社会的contributor 就不会变成像一个 污名化的一个标签 那当然相对于人也是 就是他推广友善 推广绿色笼法等等 所以不管合作社形态 NPO形态 或者是公司形态 当我想到创业的时候 当我想到产学合作的时候 我想到的都是这个形状 而不是这个形状 那这是相当相当不一样的 就是说 我们当然很鼓励创业 但是 如果你的创业本身就是三重一线的 就是可以把这些 做了你的接迈者 透过喜爱而画出来的 拜托我 我在那个刚刚秀的 我的那个办公室的那个门口 这个东西也就是喜爱而画的 他们画出来之后 设计器把它去显画 那这很厉害 因为就他们看的世界的方式 跟我们不一样 反而是非常有艺术体验 而且你看过之后会激起来 所以呢 他们透过喜爱而画出来的这些 API 去翻转 接迈者 就是资讯不平等 形象不清明 商品没优势的这个方法 然后去找福剧这个的制作商 去找生活效果职能训练 让他们能够做更多的互动 然后呢去台北市 还是其他都市 去说那你现在不是要推工贸易吗 各位上面不要放口腔汤 卫生纸等等 那最厉害就是说 他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石头汤的那个阶段 他就po了这样子一个草图 这个创业家 他po了这个草图之后呢 就有非常多各个学校的朋友们 好像是觉得说 我不只是出钱 这个群目一下子就破标了 而且我可以出力 那虽然这个其实有点像是USR 可是他不是在特定的大学 而是说 学每个不同专场的老师们 都说 那这个东西 它也可以变成一个无线网路的热点 那刚好我在做什么Link Sys 什么Linkedit 什么东西的版本 的板子嘛 那我可以去分享 那或者是说 如果你手机没电了 那这些接卖车可以来充电 充电的时候 他泡一杯咖啡咖啡给你 然后你可以聊聊天 之类的那种快速充电行动支付 有很多人在做啊 那或者说 有人就非常注意到说 这个前面的箱子 是可以放折叠伞的 所以它可以变成爱心雨伞 那所以呢 还会有那个设计雨伞的反折的 那雨伞的厂商 他好不容易这个设计出一个新的 打开之后 不会达到人的这个版本 他会跑来社创中心跟我分享说 你看郑伟这个 就是我设计出来雨伞 不会达到人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 大家就不会发现做轮运的朋友 看作好像是少数要照顾的弱势 事实上 当每一个人提出这个idea的时候 这个都是一个 好像business development 是一个生物拓展的感觉 就是总比你雇一个人 整天在那边举牌子 对那个人也好吧 就是说 这个变成一个last smile 在上面可以承载大家的工作 所以就是说 当我想到就是 所谓才学合作 或者所谓的创业 或者是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赚钱 他只是一个手段 那他为了是达到他社会影响力 那以前的问题是说 我们并没有把那个社会影响力 用SDG17项 用160个目标去编号 导致说这个创业家 他想要解决的问题 他也讲不清楚 所以他pitch的时候 还是只能讲什么SWOT商业模式 就是上世界那一套了 那所以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说 如果他现在可以把 他想要做什么解决的问题 讲清楚 那各位又可以把 各位在教学的过程里面 想要激发学生的哪些 就是正能量 讲清楚 那这两个中间就可以进行媒合 那所以赚钱只是中间的工具 来确保他可以永续的经营而已 好 我们还有12分钟 有时候朋友们想要问说 教育有一个这个程序动议 对不起 现在才看到 说这个萤幕 可不可以想想提一点 现在好像不是非常容易在改这件事情了 所以我会尽可能的 就是待会若秀网页的话 他往上这个软体 这个Software Define一下 有时的朋友们会说 教育部来讲 他学生资讯所谓列入 比秀科目 以前大学大多认为 资讯所谓是实诚设计 这对实诚设计不感兴趣的学生 是否造成学习压力 或者学生觉得太浪费时间 因此资讯所谓的内容 是否除了实诚设计之外 还可以包含哪些内容 我想这是大家心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多花一点时间来回答 就像我刚刚分享 我跟周立正老师的对谈一样 其实周立正老师讲运吞思维 我们对台湾那么久 他没有一个字讲到诚实设计 我也没有一个字讲到诚实设计 我们在讲的都是 好像法律素养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法律素养 或者说公民素养 大家可能都知道是说 这个社会有些运作的规则 这些规则在制定的可能是立法者 现在有公投了 但是最后还是立法者 然后呢 这个在解释的可能是这个法官 或者是我们法规会的同仁 或者一些朋友们 实际在执行的 那可能是各级的这个行政官员 然后警察等等 那但是呢 如果社会永远都只有这一小撮人 了解法律的话 那这就是一个专制 这个法西斯的社会 因为这个法律可以任意的修改 那所以这里公民素养 或者法律素养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在小学 活中的时候就可以了解到说 有基本人权 有基本权利 公民权到底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正当程序 什么东西不可以被侵犯 等等等等 这些最基本的东西 那接下来他有兴趣想要了解的时候 他就可以去找 他的公民老师 或者他的朋友去问说 我看不懂 到底什么叫做这个行政救济 行政救济真的是很抽象啊 能不能有一些具体的东西 他就会发现有法律白话文社区 有台湾吧 有什么的 有的没有东西 去帮他把它解释清楚 他就往上提及 那再往上 他想要去挑战法律 我们也有一个机制啊 叫做Sandbox 这个知道人可能不多 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Sandbox就是说法律是活的啊 是大家可以改啊 sandbox.org.taiwan 你每一次只要觉得 目前的法规命令 跟你实际上面在用的 你就觉得不合时宜 因为这个法规就是 当年制定的时候 根本还没有想到 这个新的事情的时候 四轮可不可以比较 二轮上路 共产品台到底算不算职业架持 3D列印辅具客制化教学 到底算不算一种衣材 电子烟的病情 生物职能源 中周波生产运动按摩机 算不算医疗器材 剩余子持入资讯软体 实际体感设备 到底算不算一种电子游戏机 好 心理事能不能在线上看证 所有这些东西 都是当时这些法规命令 在写的时候 根本还没有想到的事情 那所以我们这样子一个平台 它就是一个免费的资源 任何人只要觉得说 你法规命令 就是不合时宜要挑战 你就投上去 然后我们就会有个韩式 就会有个解释 然后告诉大家说 其实现在可以这样子做 其实法规本来就没有说 不能这样子做 其实只是之前某个韩式 把个案扩大当同案解释 所以忽然之间 法律就变成是大家可以送patch 就是送补助 送补罪 就是去修正他的一个东西 那当然在网上就会变成是说 你可以实验一段时间 然后在金融的创新 或自驾车的创新里面 试着违法个一年 然后给大家看说 这样子违法是对大家都好的 所以说那个行政者或立法者 就必须要把你的这个版本的法律 纳入那这个叫做商合机制 那所以这个就是再往上一届 那到最后才是自己跑去选立法委员 但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的法律素养 一开始就说 你要嘛就要守法 要嘛你去选立法委员 OK 就是中间没有这个letter of knowledge 没有这个知识的阶梯的话 那这会是一个很糟糕的社会 相信大家都可以透明 那最同样的我们所谓的 咨询素养的意思 并不是说 你就是会用这些套装软件 那你要是不满意的话 哪一天去这个大公司上班 去写程式 就不是这样子去教人 而是说 我们中间有非常多开源社群 你如果觉得电脑听你的口音 听不懂 那不是说好像Siri你改不懂 所以只好默默承受 你可以去加入Mozina的这个common voice 你可以去听这个某一个人 这些都是社群在全台湾各地 所捐赠的他们的声音 所以你只要一按 就可以听到台湾各地 就是现在已经跟谁了 现在已经很坚持了 好 然后你就可以去说 他讲的这句话 到底是不是这些字 区块链是今天最火热的科技趋势了 之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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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应该念到底 所以我现在要按否 好 那所以就是说 任何人都可以了解到说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任何人都可以去贡献自己的声音 那我们现在当然在跟Mozina合作之后 台湾台语 台湾各家话 各个族语论 大概都会在这个平台上面上线 所以大家同样的就是觉得不满 觉得资讯工具 好像不完全符合自己的需求的时候 都是有一些这样子的社区 然后它可以去贡献 那这个就有点像刚刚那个沙河机制 就是你可以靠出自己的一分力 让这个法规变得更好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些东西的民主化 就是像我们以前说 Personal Computing 电脑是自己的个人电脑 一样 我们所有的这些资讯基础也是Personal 就是说 它不但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 才能更好 而且也可以在改的过程 它分享出去让大家都改得更好 所以如果问我要包含哪些内容 这个就是我觉得最应该包含的内容 那至于它要学到多少诚实设计 真的是看它实际需求 就是它到某个程度 它觉得说 那我就是很想要改这个网页上某一小块 它的配色就是offend我 那这样的情况下 它一定要去学CSS 但是它是因为有这个动机才去学CSS 而不是说大家都要教 所以才去学CSS 所以 我也觉得像CSS这种语言 其实是比较好教的 说真的 因为你一概马上看得到效果 那HTML也好 JavaScript也好 你都还有一些文法上面的要求 那CSS没有什么文法上的要求 你拼错字也不会怎么样 CSS是最tolerant 就是网页三个语言里面 CSS是最tolerant的一个语言 所以也是很推荐大家 记得有事没事可以教一下CSS 好 那至于教育部 到底是不是把CSS算作诚实语言 这个不在我的范围之内 好 OK 那接下来就只能快文快答了 竞赛或证照片中技巧 那哪些目的是值得追求的 我是觉得说 确实有些人运动 他就是很享受那个竞赛的感觉 但大部分人运动是为了抢身健庇 这两个都有 就是说 你不是说电竞跟这个电子游戏 其实截然分开的东西 但是我想你看这个学生 他的这个秉性 其实你跟他相处了一两个小时 大概就可以感觉的出来 就是说他是很enjoy去push the envelope 还是他是说 这个就是一个工具 我用这个工具 来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 大部分大概都是后面这一种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除非他找到一个 他真正觉得说 我要全心投入那个题目 等他找到的时候 他自己会变成那样子的一个状况 不是说你现在想要硬压 他就变成是有竞赛型的这样子一种 一种距离 所以我一向是觉得说 等到他觉得 其实这个题目值得解的时候 他是用团队为基础去进行竞赛 团队跟团队中间也许有竞争 但是其实团队里面的人跟人 你过早去促使他用 人跟人之间彼此竞争 反而让他做不成团队 所以这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那不靠城市设计 在高中市多半不会被重视 但是如果他会一点点城市设计 或者会运用一些资讯工具 会让他学习更容易 在别的课上面可以考更好的话 我觉得这是蛮值得鼓励的 其实有很多 尤其是你导的 那个就是波文科老师 都直接就是拿到这个电脑教室 这个也是我跟一堆朋友 写的一个东西叫做蒙电 那蒙电它是就是 大家都可以看到就是 台语、歌语 跟英语、法语、德语 然后所有这些东西架在一起的 一份非常大的一个词典 那这样子的词典有个好处 就是说你可以在各个不同的 就是什么四线海路、大路、 勞兵、招安、南四线等等的 这些文化等等里面去进行的 尽情的去切换 它不会让你觉得好像 这是一堆silo 不是一堆古仓 而是说这个语言 这个文化是整体的 那在这个整体里面 大家都可以去进行分享 所以在就是 所谓的语言教学 或者语文教学里面 你用这样子的东西 就可以让它变得更容易去 记得一些故事 记得一些典故作文等等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 这些要考台语文军赛 然后教育部网站当掉了 所以大家都跑来蒙电 去进行台语文的这个教学 所以同样 如果它对台语文有兴趣 你用这个教他 你不是一定要教他 去用这个程序设计竞赛的 这样的方式去进行 还有三个中 那一个是说 如果基础和国语或者数学 能够更有逻辑跟系统 这个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 所以竞表同意 私立科大比国立科大取得资源 写限职员少 不助于国立优先 可不可以一直不要拿私立开刀 好 那这个我们就 这个进行军餐 进行军餐 对 没有我叫什么 不是教育部长 对 好 OK 那教育部网要深耳强 要跨越学习 对程式设计教学建议 其实程式设计是非常少数 就是我们在工程领域 我们说你不受材料限制 它是就是凭空建造 它的建造的材料就是已经是虚的 它建出来的东西也是虚的 所以当你要落地 就是像无人称 那样找一个身体的时候 你一定要跟别的领域合作 当你建造这些材料 好比像说IoT 它的感测器 必须要从环境来说 你又必须要跟这个领域的人合作 所以除非你在教的是那种抽象的 就好比像说形式逻辑 好吧那这真的两边不连 那但是除非你教的是这种 不然你只要教资讯 你一定两边会连 所以我想它内建 跨域教学的这样子一种事情 那这位朋友也是说 其实学生程度在大学很容易有形化 最重要的是 我们还是把素养导向 在十二年国教课堂 那国民教育的阶段 就要把它做好 结果真的非常非常同意 也希望大家未来 能够跟这个各个学校的课堂会 国中小包含高中的课堂会 然后保持良好的关系 那所以这个学习目标 我想就是今天咖啡馆 大家一起探出来的这样子一个方向 我觉得大家在目前的这个所谓数位转型的过程里面 不用急着一年就找出标准答案 就是跟问题相处 然后呢 Celebrate small success 中间有一个好的教案 一个好的想法 大家就拍拍手 就是因为台湾很容易说这样子 是自嗨啊小圈圈啊取暖啊什么东西 可是你如果在登一个高山之前 但不围着萤火 自嗨小圈圈取暖一下 高山根本就登不上去 所以我也觉得说 自嗨小圈圈取暖 在我们目前这个状态 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那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也不难 就是说你让它的行政减量 让它的风险降低 让它有点credit 大概就可以了 不过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还要讲细节 好 我的团队确实有 50%印象的人会写诚实 真的是这样子 我们如果到PDES.TW 的话就可以看到说 大家或多或少 都学了一些诚实设计 以学校立场评估成效 跟证照考取率 我不会特别觉得是 要用证照考取率 刚刚讲的这种社会影响力评估 很可能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运用程式 到底做了什么 解决了什么东西 但这要怎么拟呢 这需要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 到底要怎么样子 开盖出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呢 其实我们在社会创行动方案里面 会有个SOP 你怎么样去做共创 把前世空间 活化成社会创行中心 所以这个之后 可能过一两个月之后 我们会publish这件事情 我们是不是可以每所大学都 广设这样子的教学 其实这真的不难啊 很多这个PPL教师 其实已经粗具这样子的雏形 至于就是说 这个软体上面 到底离经判道行不行 那这个可能是各位 要自己去想说 我们哪一块大学 看起来是皇帝 你日照充足 把东西移过去 大概是这样子 平常怎么取得这些资讯 欢迎直接写一面 给我联络 我是AUDRYT AUDRYT T是旁的那个T 然后后面是AUDRYT.ORG 那这个我也同意 就是社会人文成设计 宣传跟教育是重点 可能是先教育 做出一些小的东西 然后就有广为宣传 那公投的这个部分 我很诚实跟大家讲 我们资讯平台已经建好了 但是目前正在做自然的渗透测试 然后我们要一直测到 它不会忽然之间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 好像差个这个几万个 或者有什么 就已经过世人连署 就已经很难过了 但是未来如果被害进去 然后变成十亿个人来连署 就更难过了 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还是要先把资安过好才行 这位朋友的意见 我这个镜表同意 荧幕会抖通 这个是场地的问题 我们只要监谈 然后最后这个我觉得 其实城市设计的这样一种训练 它只是达到运算思维的一个方法 但是其实形式逻辑 或者所有这些哲学的训练 它也是达到运算思维的方法 所以必修哲学 肖定比修是我自己觉得非常高兴的 那最后slido 这个我回来都是用免费的 但是因为现在都要打这个logo 所以我现在是用它的上一集 就是pro的那一个几家方案 那所以就先到这边 谢谢大家